大家好是Batman 上期节目呢我们做了这个PlayStation 30周年纪念的这个Doorsense手柄的开箱 就是普通版PS5手柄的开箱 那期节目里边也提到了 我也很幸运也抢到了这个精英版的这个Doorsense Edge手柄 那么今天的这手柄也寄到了 就是索尼啊 你这什么意思 我只是订了一个手柄啊 你拿这么大一个盒子给我寄过来 好家伙了 收快递的时候 我还以为我买到了这个30周年纪念的PS5了 而且你们听这声 这么大一个箱子里边 感觉一点填充物都没有 就直接把我这小手柄的放进去就给我游过来了 上期呢我还吐槽这个欧版的手柄包装 像是这个鸡蛋盒是吧 我怎么感觉这次 花这么多钱250欧吧 买来这个限定版的精英手柄 可能连完整的这个鸡蛋盒都收不到了 哇果然啊 我已经看到那个包装盒了 真的是幽默索尼啊 里边一点的填充物都没有 太环保了是吧 包装盒也这么环保 没有填充物也这么环保 然后呢 这么大一个箱子 就这么给我寄过来了是吧 真是谢谢你啊 谢谢你 行啊这大箱子我们赶紧扔一边吧 目前看起来这外盒的话呢也还好啊 虽然说不是完全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损伤啊 但是呢也没我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的问题 平时对于这些所谓的包装啊你要简单一点无所谓是吧 但就是这个什么30周年纪念 而且还这么难买 你还得拼手速还得自己抢 大家都希望它包装能好一点 精美一点对不对 德国这边呢 金版的手柄使用的是跟普通版手柄一样配色 那种黄黑的配色 我个人呢确实还是更喜欢国内 或者说亚洲版那种经典的牛皮纸箱的配色 其实呢我的第一台这个PlayStation 我第一台PS 是美版的7501啊 那个包装配色呢是蓝色蓝底的 开了 这次终于是终于是有内箱了 不再是一个一个托盘了 我的天哪太不容易了 都快哭了 看到这种是吧 很正常的包装 有些人可能想问了 那不正常包装是什么样 大家可以去看我上期 我们开这个开箱这个普通版手柄 还有这个30周年纪念的这个标志 真不错 有点像模像样 然后呢这个箱子 OK 这样打开的 这也是我的第一台这个PS5多Sense Edge的手柄 PS5的精英手柄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平时玩游戏呢就是那种休闲玩法 水平也不怎么高 所以说不管是这个Xbox的精英手柄也好 还是PS5的精英手柄也好 对于我来说呢都并没有太大意义 我买这些手柄呢纯粹因为是这个限定版 再加上上次呢Xbox精英二代也是啊 因为是这个士官掌限定版 所以就买了 主要是为了收藏啊 上面这是一根数据线 这是C口对A口的数据线 然后呢就我们手柄主体了 我们把这手柄拿出来 看里边还有什么其他的配件 这是两种不同的配件 是吧 有这种这叫什么 拨片形状的 还有这种有点像是小按钮 小拨钮形状的这种配件 有点像老式的那种收音机 卡卡卡 那种拧的是吧 这还有一组可替换摇杆 这边这个呢 好像是一个安全锁 可以把你的这个充电的时候 这个线锁住 这样就不会在充电的时候呢 意外把这个线顿下来了 然后呢是我们这手柄的主体 这个手柄真的很沉啊 感觉比普通版的这个手柄呢 沉了很多 但是呢大小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大小上两个版本手柄呢 几乎没什么区别 或者说呢 我真的是肉眼分辨不出来 有什么区别 只是在这个外形设计上 稍微有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外形上的设计差异呢 就是我们这个金银版的手柄 它这个触控板 上面有这个插圈方块三角的纹理 而且呢 上面还多加了一个三的字符 这三核圈呢 正好组成三十 表示这三十周年 金银版手柄的背面呢 也有这三十周年纪念名文 两边的这个小开关呢 是用来调节这个扳机的形成的 这是最远 然后呢最下边 就是最短形成 跟Xbox金银手柄的功能类似 下面这两个呢 就是备件插槽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你可以选择这种 波片式的备件 是吧 或者呢 你也可以选择这种 这是一个小波纽啊 或者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混搭是吧 左右不一样 我刚才插这个备件的波片 发现 它这个备件波片有左右之分吗 好像 这样用也可以 是吧 用这个指度 来拨这个波片 或者呢 我换另一边的波片 插在同样的位置 它是贴这手柄的 这样用 好像也可以啊 是不是这个波片不分左右 反正我自己觉得怎么用都行啊 看你自己喜好吧 哦 不是 实际上它这波片上面呢 还是有这个左右区分的 上面给你标出来了 但我觉得都这么定制化了 肯定是你自己怎么用的 舒服怎么来啊 或者说也有可能 我刚才那种方式 用时间长就发现 结果根本就不舒服 然后最下边这个小波纽 干嘛用的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把它拨过去 开了吗 哦 开了 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 DoorSense Edge手柄 最引以为傲 最特殊的一个设计 可替换的摇杆 这小的波纽呢 可以打开这摇杆的罩 然后呢 两边这个波片 也可以把它抬起来 我们这个手柄 摇杆 就可以取下来了 这样就不怕这摇杆飘移了 自己就可以换新摇杆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 Switch真的好好学学 我这个Joy-Con的摇杆呢 已经飘移了 OK我们把它插回去 拨片上了 拨下来 OK 这就安装回去了 摇杆的这罩 壳 OK 卡上 就装回去了 这设计真挺棒的 其实精英版PS5手柄 强大功能 除了体现在硬件方面的设计之外呢 也体现在软件端的各种强大支持 各种细微的调整 调节 设置 今天那么主要就是来做一期开箱 所以不给大家展示了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索尼PlayStation 30周年纪念版的 Dorset Satellite手柄 开箱了 再加上这个普通版手柄 这30周年呢 对于我个人来说 就算是纪念完了 下一次呢 就是40周年了 那时候就该是PS6了吧 PS6还是PS7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如果喜欢节目了 一定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